現在香港引發了移民潮 而大陸的高官 紅二代 官二代的錢 都想辦法拿去外國 這個不單止是香港 甚至中共 或者是什麼 就是俄羅斯普京 很簡單 千里為官子為財 當你賺到錢的時候 最能夠保障到你的身家 性命 財產 你就必然會移民過去 或者將你的錢收藏在這些地方 所以才有瑞士銀行 這些在這裡 那你問我 很簡單 哪一處最安全 哪一處最值得投資的 你看看中國的貪官 他們走去哪裏 那裏就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 貪官的小孩去哪裏留學 那裏就是先進的文化代表 貪官的老婆或者兒子 去了哪個國家而入籍那裏 那個國家的制度就代表最 港大的人民利益 總之 貪官逃跑的方向 就是整個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就是整個人類進步的方向 就是這麼簡單 你跟我說什麼 都是假的 拜拜 這裡 是 是